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今天是22年10月11号 我们计划去走丘陵铺到百草畔的环线 入口丘陵铺在房三十家银箱 穿越路线停车免费 在视频的最后会为大家总结这次路线的基本情况 现在我们已经到停车的地方了 来的时候用百度地图导航北京齐悦水业有限公司 这一次一定要用百度地图 因为高德定位的这个名字是另外一个地方了 不是我们土部路线的起点 然后我们就从这个沙石路往里面走 前面路况都挺好的 丘陵铺上百草畔算是一条比较成熟的路线了 百草畔也是属于百花山自然保护区 之前我们从门头沟的景区路口上过百花山 然后走到了房山的百花山 上次时间不够了 所以没有上百草畔的顶峰了 留了小小的遗憾 然后刚好今天我们从丘陵铺去上百草畔打卡五指锋 我们从这里沿着沙石路大概走了1.3公里 这里有个平台 其实如果你们车的底盘比较高的话 车是可以开在这里 可以省1.3公里左右的路 然后平台这里有一块大石头 大石头前面这有岔路了 岔路我们就是往左边走的 1.5公里到水泥一路上了 然后我们是往右边上坡的方向走的 大概在总里程2.5公里 一直沿着水泥路走到有语音提示的这儿之后 前面有一片白化林 这里有个岔路 我们是往这儿上山的 就没有继续沿着水泥路走了 哇 这准备真的是太漂亮了 我不知道远方究竟有多远 我不知道远方究竟有多远 这边的小路进第二片林子 很哇塞啊 很快哇塞啊 白化林和松林混合的大树林 一边大松林 一边白化林 出松树林 经过两处高压线塔 山上有红有黄有绿 现在还不够红了 又到一片白化林 松树林 白化林 断树林 他们就这样交替的出现 后面爬升比较大 有些坡度还是比较陡的 一直在树林里面穿行 大概在总里程4.8公里 然后我们用时 两小时50分钟 就走出树林了 前面就要到草垫了 后面这段爬升是真的很大 哇 回看一下 山峰 哇 看我们到木棧到大草垫这儿了 这里还有桌子 我们现在就在这里吃午餐 太漂亮了 穿少的加衣服啊 上面风有点大 滚着你那个不得凉呢 看我们的米饭 天冷的吃一口热红烫的饭 多舒服啊 还有我们大家带的 大饼卷 煎饼卷大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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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好多零食 还有水果 你别说我还真把这个饭吃 现在咱们的午餐厚丰富了 分的还算几义 这怎么弄 卷煎饼叫才来了 就这样你看 那么多会不会辣呀 不辣的 这个也可以放吗 对呀 主要就得配这个 我要知道这样 我还不如拿一瓶老干妈来呢 那老干妈也行 老干妈卷 我这有辣条子 黄瓜你们自己拿 不然一会也得分给你们的 就是 我们在这里吃完午餐 现在东西也收拾干净了 从我们上来方向的左边 我们沿着木站道 先去打卡白草畔顶峰 然后打卡完了 再原路返回到这里 现在我们是在总里程5.2公里 然后总用时4小时的时候 开始出发去白草畔 回看一下刚才我们吃饭的地方 还有那一片山 还有这个木站道 在我们上木站道的入口 这里有个台子说 从这到午子峰的话 单程大概是1.2公里 然后参考时间是60分钟 看我们实际走下来是多少公里 现在都是景区的木站道 这里有个小观景平台 哇 这边的山 好安静好舒服 对 以白草畔主峰为中心 是一条自西北向东南向延伸且平缓开阔的山景 长约20公里 在这三天分布着北京地区最大平均海拔最高的亚高山草垫 一晒不到太阳就冷了 白草畔的五指峰是百花山的最高峰 也是京西南的最高峰 有说2064米 也有说海拔是2161米 到时候我们到了五指峰的时候看一下 哇 这片松树林好美啊 大概在总里程6.7公里 然后我们总用15小时到天福宫了 天福宫这里有108级台阶 说踏过这108级台阶就踏过了人生的108个烦恼 好 我们现在上这108级台阶 然后往右去看五指峰 它上面是天福宫餐厅 天天有福 上完这个台阶 我们往右走 极边了是吧 极边还挺厚 过来之后前面就是停车场 然后左上方就是五指峰了 好 这里也是天文观测点 星空白草畔 先在停车场这看一下群山的风光 旁山公路 好 我们上五指峰去看一下 由于构造作用 然后发生破碎 崩塌形成五柱状山峰 这些山峰正面看似相罗 近看又像五个手指指指蓝天 顾名五指峰 五指峰是巨马河 永定河峰水岭的最高点 在这个角度看一下五指峰 最前面这个是大母哥 然后后面是四个指头 上面都写的有字 最近这个是五指秀峰 极顶成光 说这里是看出非常棒的地方 上到最高点的餐厅 过去看一下 那边能看到百花山的祖峰 到山里我们穿过餐厅 能看到我们刚才吃饭的大草店 然后再往前看 就能看到百花山的祖峰了 就是有雷达塔的那个 然后它那海拔是1991米 等一下我们要回到大草店 我们吃饭的那儿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对啊 太漂亮了 好 我们看完五指峰了 现在先原路返回到我们吃饭的地方 大概计算了一下 从我们吃饭的那儿去到五指峰 单层大概是1.5公里 然后我们用时一小时 跟它那个路牌上面写的接近差不多 大概在总理上8.6公里 然后我们用时6小时20分钟 回到我们中午吃饭的地方 看到吗 前方有一个大观景平台 哇 那里面有什么铁啊 大概在总理层9公里 然后我们用时6小时22分钟 就到三顶草店 木栈道交汇的地方了 看左边就是当时夏天 我们从门头沟上百花山的道 就是当时从这儿上来的 然后右边就是这个木栈道的尽头 看我们又走到木栈道的尽头去了 看完山峰 我们就从左边穿过大草坪 这好黄的好看 对 真好 对 这好看就好 感觉不一样 绿有绿的美 黄有黄的美 对 回看一下这片草垫 穿过草垫走过树林 然后又到木栈道上面了 又是一片大草垫 枯黄的草垫 无论是从门头沟百花山 还是房山百花山 还是房山百草探上来 如果是看大草垫 最后都是看这一片的草垫 三个不同方向的入口 最后到上面都是相通的 再回看一下这片草垫 我们大概是在总理层10公里 就要离开这片草垫了 看一下走过大草垫爬一个小坡之后 我们就上到一个观景平台 这里是拍照非常好的地方 这个观景平台叫顶峰观日 过了观景平台走几十米 然后旁边有个卫生间 对面有一个小路路口 我们就从这儿下山了 就不继续沿着步道走到 房山百花山那边了 我们从小路下去回到丘陵铺去 我们大概是在 总用17小时20分钟的时候 开始走土路下山的 这段下山路有点陡啊 这边乱石岩石比较多 前面都是土路 碰到他们说有一段比较陡 是不是就是说这段 天色有点晚了 这里的叶子挺好看的 今天正好体验一下 漠黑的感觉了 今天是天黑下不了点了 正好头灯拍上去 下山这段坡度稍微有点大 上面有碎石 注意不要打滑不要摔跤了 没有走过野路的朋友走这个 肯定会觉得比较痛苦的 看一下刚才走过的路 下山呢 下到山下子了 啥也看不到啊 现在我的Gopro已经失去作战能力了 因为天黑了 哈哈 等我走啊 到马路了 我去没有 马上快到了 下来说拽着点 好 松车要煮了点 然后就没事 下 别人谁想都想不到 等一下我到这儿啊 开始下 来下吧 别下哦 那这个也挺有那个领导法的 大概在总里程12公里 然后我们用18小时40分钟下完山了 然后从这个铁湖拦着过去 前面就到防火道了 靠里面走一点 靠里面走一点 你往走 你往走 然后这边有台机可以下去的 然后这边有台机可以下去的 给大家在装备 这边我们露活了 好买到啊 好买到哦 呀 这儿还有人家 看 能不合的 好买到 小路 狮子 穿 小心 不 还能否吹 好úc 这里人要有 儿子 从这个铁围栏出来之后 我们就往右边沿着那个修好的防火道下山 后面就一路是大路了 现在冬季天黑的早 大家下山一定要注意时间 我们今天是拍照玩的 不要拍了 下山晚了一点 不过我们准备的都挺充足的 灯源 圆服 备用吃的 现在我们包里都还有 不要学我们一样天黑才下山 13公里我们回到大石碑这了 就是上午走过的碎石土路了 然后我们就原路返回到停车处 现在我们回到水场这里了 然后我们车就停在这 结束了今天的徒步 这次的总里程大概是14.5公里 我们用19个半小时左右 累计爬升约1070米 然后下山的路上有几端碎石石头路 稍微抖一些 那我们这次的视频就到这了 拜拜 看一下天上的星星 能看到吗 现在八点半了 有点晚了 我们下山来吃饭了 爬了一天到山里 犒劳犒劳自己 来干杯 干杯 上棋了 还有韭菜 盒子 排骨卷子 这叫卷子吗 排骨焖卷子 这是农天的一特色 牛菜 回锅肉 还有 鲸椒 豆皮 东家院的东西 特色的 这叫卷子 这叫卷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